大家好我是黄华老师 今天要介绍的是C++第28个单元 C++的Switch多条件分支 Switch是一个多选一的一种语法 它的语法是这样 Switch括号一个条件的运算式 然后后面有一个大括号 注意这边有个大括号 里面呢会有很多不同的case 一种状况 这个条件运算式应该是一个整数的值 那如果这个整数的值刚好是符合条件值1 就是一个条件值1这样的一个值的时候 它就会跳到这个case这个状况 就是条件值1这个状况 就跑到case条件值1冒号 然后会执行这边的语法 开始往下执行 一直遇到breaker才会离开 跑到大括号的下面去 那如果这边列了很多的条件值都不符合 这边有个break 这边有个break 很重要 那如果这个 条件运算式的值不是条件值1 而是条件值2 它会直接跳到case条件值2 然后从这边开始执行 往下执行 遇到breaker 离开 跑到大括号的下面 同样道理 如果条件运算式的值是条件值3 它会直接跳到条件值3 这个冒号后面 然后往下执行 遇到breaker 再离开 那如果这边列了很多的条件值都不符合 那它会直接爬到default 预设值 所以条件运算式 它是一个整数 然后这个整数的值 如果是这个就爬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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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会往下执行 遇到break 才离开 那如果这些都不符合 它就会直接跳到default 用预设值往下执行 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这边有个变数叫score 这个分数呢 是5等地 里克特5点亮表 1到5 1表示非常不同意 2表示不同意 3表示普通 4表示同意 5表示非常同意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score 这个变数 去看看它的值 case 1 然后去输出非常不同意 然后break break 就会离开 同样道理 如果是2就爬到这边 不同意 break 离开 如果是3就爬到这边 普通 break 离开 如果是4就是同意 break 离开 如果是5 非常同意 break 离开 那如果你这个score的值 不是1到5 是6 7 8 或者是0 -1-2 不是1到5 那它就会爬到default的分数 超出范围 所以switch在多选1的一种状况下 而且是不同的值 对应到不同的输出 事实上是非常好用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28.cpp 请各位同学设计一个程式 让使用者输入姓名 并回答4个问题 是否觉得国文、英文、数学程式很容易学呢? 那格式如下 请输入姓名 比如说我们输入王小民 然后他会问你四道问题 请回答是否同意国文很容易学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这个就是李克特的四点亮表 依序为问国文、英文、数学跟程式 是不是容易学 那我们如果非常同意就填4 如果非常不同意就填1 那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 下面我们填的是4321 所以 最后得到的答案就是 王小民非常同意国文很容易学 可是王小民同意英文很容易学 王小民不同意数学很容易学 跟王小民非常不同意程式很容易学 所以根据这个4321 我们来决定 他到底是觉得容易不容易学 好 那程式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需要一个NAME的自传变数 让使用者来输入姓名 接着我们需要四个变数 分别记录 国文的分数 英文的分数 数学的分数 跟程式的分数 好,这个分数指的是满不满意 好,可以填1到4 那我们让使用者输入之后 分别存到这四个变数里面 接下来我们利用switch来判断 首先我们先判断 国文的成绩是1还是2还是3还是4 如果使用者填的是1 那他就会对应到非常不同意 国文很容易学 那如果是2 就对应到不同意国文很容易学 如果到3 那就是对应到同意国文很容易学 如果使用者填的是4 那就对应到非常同意国文很容易学 好,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去依照这个中文 国文的这个分数 选择填的分数来决定 是要输出哪一个 所以用switch就是很方便 特别要注意这边都要一个breaker breaker离开 那当然如果你选的不是1到4 比如说是0或6或7 那他就会跑到default这边 他就会输出 输入的选项是超速范围的 然后我们把这一个程式复制起来 这一段程式把它复制起来 贴过来 然后把这边改成英文成绩 这边改成英文 这边改成数学成绩 数学的分数 这边改成数学 这边改成程式的分数 然后这边改成程式 这样的话这个程式就完成了 那实际的执行结果 就像我们投影篇所讲的 如果我们输入王小民 这边输入4321 这边就出现王小民非常同意 国文很容易学 王小民同意英文很容易学等等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实际来操作一下吧 好这个是我们事先就已经写好的 28.cpp的程式 那我们实际的来执行一次 首先我们输入王小民 然后输入4321 得到的结果就是刚刚投影片所写的 我们再试一次 好我们输入王中民 好我们这次呢 输入1234 这个得到了就刚好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相反的 最后我们输入一个不合理的 我们输入王大名 然后我们输入比如说0 比如说5 6 然后我们最后输入一个4 4是对的 那0跟5跟6是超出范围的 那他就会显示王大名输入的 有三个是超出范围 那最后一个是正常的 那接下来就是请各位同学自己实际的试试看 好除了刚刚的28.cpp这个例子之外 我们另外也有两题 可以让同学自己练习的 28a.cpp 跟28b.cpp 好 28a.cpp的内容是 请设计一个数字 转英文的程式 让使用者可以输入0到10的数字 他会自动显示出对应的英文单字 好比如说你输入了0 他就会说0的英文是0 你输入了10 他会说10的英文是time 但是如果你超过范围 他会说11超过范围 那请你用switch的方式来撰写 那第二个28b.cpp 是设计一个月份转换成季节的一个程式 使用者可以输入1到12的月份 他会自动产生对应的季节 春天是2 3 4月 夏天是5 6 7月 秋天是8 9 10月 冬天是11月 12月跟1月 那所以呢 程式会让使用者输入1月份 比如说你输入1 对应过来 1就是冬天 所以他会说1月是冬季 那如果你输入3 他会说3月是春季 那如果你输入13 他会说13月超出范围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switch的一个应用范围 那请各位同学试试看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观看 有任何问题 欢迎用email跟我联络 拜拜